好 我要来关注的是这个经济问题 现在中东的资金要来扫货了吗 根据这个大陆的媒体网易表示 沙特大量来抢购中国国债 同时在今年4月份 人民币国际支付价值是4.52% 是史上了第三高 那国际支付排名持续维持在全球第四 就分析了中东的富翁 把资金投向人民币 让美债发行难度加大 包含大陆 俄罗斯 伊朗沙特能源交易 使用人民币结算 或是本国的货币来结算 对10元美邮有巨大冲击 那么大陆也会持续来抛售美债购买黄金 会进一步来加大美国的美债压力 委员 人民币应该这么说 今天大概是对美军的汇率7.25 在历史上 这个人民币最低的时候 大概是8.33 最高的时候大概是6.11 最高大概这个幅度里面 因为一个经济体的运作会限制那个汇率的上下线 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那现在7.25被认为已经是这个阶段里面的相对的低点 换交说人民币可能会开始有微幅的升值 那你微幅的升值的话 你就有一个资金的操作者 闭着眼睛就要买啊 就像我欠力将去买黄金一样 当他开始要升值的时候 闭着眼睛就要买啊 所以人民币会升值 不过升值的幅度不会太大 可是问题你要知道 这个阿拉伯人的钱 沙特这些钱是大的不得了 不是像我们买一点买一点 我们像菜市场去买一包两包 他是大批发 他大批发不能不能等到要涨的时候才去买啊 买都买不到 所以对他来讲第一个功能 趁现在低档买人民币 这个决策是对的 他可以等 等个三个月啦 半年啦 人民币现在7.25啊 那很快可能到7啊 它现赚就0.25啦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人民币作为国际上可以储存的货币的功能已经出现了 我手上为什么要这种人民币存款 有一个道理啊 就是我认为它不会贬值啊 它不会像什么阿根廷币啊 这个什么奇奇怪怪的货币啊 它有储藏这个价值的功能 那第三个更简单 因为未来我要跟中国大陆买很多东西 那我要跟中国大陆买很多东西 我当然需要买到便宜的人民币 以后我来付的时候可以买更贵买更好的东西嘛 像现在大家觉得日本很便宜 就买一堆日币准备去日本购物 对不对 这种心情是你只是它是资金管理机构 我们不是而已啊 但那个心理状态是一样的啊 为什么沙特要买一大堆 他搞未来城跟中国买很多什么基建啊 买很多材料啊 所以我不趁现在买什么时候吗 对啊对啊 难道等到人民币这个变成6点多人才去买 所以他先囤一点嘛 对不对 像很多人讲说哎呀我9月份要到日本去玩 现在赶快去囤一点 只要看到甜甜价就赶快买 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概念 所以除此 投资或购买 以及汇率变动的差距 三个决定 沙特 沙特北的没有闲置资金一堆啊 不像说我们口袋软朗羞涩 沙特没有这个问题啊 他是管一个国家的资金 他赶快拨一笔下来买就OK啊 所以我是认为这个沙特买的 那日本倒是更简单啊 因为上次他得到160 我就喊说160人们日币就闭着眼睛就买了 现在好已经到了150了嘛 看到日币在5月份日本持有的外国政筋 减少了504亿美元 过去一个月日本政府施杂了9.8兆日元 627亿美元要来拉台日元的汇价 那外界认为应该是出售美债 不是 他出售美债 不一定是美国联邦政府公债 因为日本政府手上的外汇存体 是全世界最大的 没有一个国家比他多的 大概比中国还多 他大概有将近5兆3000亿还4000亿 这么庞大的规模 那他里面大部分是用美元的资产所持着 大概有将近4兆以上 那美元其他的是欧元 英镑 还有人民币 那其他的这个这么庞大的4兆的美元资产里面 他放了各式各样的理财产品 不是完全用存款放着的 所以他大部分应该是美国的政府公债 美国的企业债券 美国的机构债券 美国的什么共同基金 一大堆 所以他今天减少了美元的资产 可不一定是卖美国政府公债 为什么卖美国政府公债 搞不好艳伦打电话来 你干什么 你骂一顿 对不对 所以他出售美债 我不认是一个确定 他搞不好还在买进美债 讨好一下他的上司 美国他的上司 可是他会卖掉很多的 美国的企业债券 或者理财产品 然后去拉抬人民币 因为市场上只要拉抬日元 就是去卖掉拿回美债 然后用美债去卖掉 去买回日币 那日币就会前段时间 从160加1就弹回150了 对不对 因为他们忍受不住160叠价 160叠价 然后日本老百姓就要抗议了 第一个抗议是什么 咖啡价格上涨 因为日本人是亚洲喝咖啡 喝最凶的国家 比台湾还凶 比中国大陆还凶 那第二个抗议 电价就要涨 日本跟台湾一样 他们的电都是进口的 那以前可以买日本 买俄罗斯比较便宜的能源 现在美国叫他不准买 他也乖乖的不准买 假装制裁俄罗斯 所以而且日本的电力公司 不像台电那么倒霉 还要买那么贵的风电 买那么贵都没有 完全可以自己决定电价的 所以只要他的成本一点高 汇率一波动 他马上调电价 那你说日本老百姓 抗议不抗议 当然抗议啊 所以对于这个160是 是我一开始判断是正确 就是说 根本就是日本央行 跟日本政府的死穴 打死他也不敢 让他跌破160 那不跌破160 他也有能力拉抬日元 他就进场嘛 可是他又不敢 把日元拉得太凶 日本是真的吃这个也痛 吃那也痛 怎么办 对 日本日元如果涨太高的话 他现在出口很弱啊 你涨太高 那个定价要怎么办 汇率损失这一大堆啊 而且拉得很高 有个条件 必须要把日元加息 要不然撑不脚太久 要得回去啊 那日元要加息 第一个赔的最凶是谁 日本政府 他的负债比例 是全世界最高的 所以他是吃这个也痛 吃那个也痛 而且日本的很多企业 都是借钱来做生意啦 所以他利息一掉高 这些很多企业就 就刚好在脖子借线 就被砍头了 所以对于这个 日本央行的总裁 我虽然认为他魄力不够 没办法突破重围 可是因为日本人 习惯小心翼翼 好不好 我们就慢慢看他在 160 150 145 怎么晃来晃去吧 就是在这个区间 对